火影中佐助去大蛇丸,哪里是很关键的剧情转折,那么去大蛇丸哪里佐助获得了什么呢? 首先就是天之骤印,骤印对于一般的普通忍者提升有多大相信不用我多说,毕竟当初几平一忍四忍众,就让木叶众忍者对于大蛇丸和三代的单挑舞即可施,而且他们更是轻松打败了四代护卫队成员,由此可见骤印带来的实力提升,其次,既然进入了大蛇丸的潮雪,那么他的那一首神性忍术自然也是不得不雪的,为什么呢? 第一强度提升是肯定有的,这一点红豆身上就能看出来,作为曾经在大蛇丸手下修行的木叶精英上人,红豆的实力还是有相当保障的,第二就是蛇系忍术的两大重要分身和新的蛇提升,也就是类似于大蛇丸,从自己身体里钻出来那种,以及通灵术都是相当实用的技能,再然后就来到了,佐助自己的忍术开发上,我们知道除了骑血轮眼延伸出来的各大强力忍术外,他作用最多的就是,当初在木叶所学会的雷顿了,在叛逃后的这几年,我们的二柱子,不但把 自己的千鸟,开发到能够随意变化的地步,甚至还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了麒麟,要知道这一招可是差点要的优神幸福的人数